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只讲了大概四个最常见的生理电讯号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只是如果应用没有那么广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们只讲几个比较常被用到的 那剩下的部分包含像眼电图啦 或者是视网膜电位图啦 或者是像也有人专门在做消化系统的这些电位图啊 其实都有人在做 那只是我们在这边就比较没有提到 那原理的话大部分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个topic要开始来讲 biomedical sensors 就是感测器的部分 那由前几次的上课内容 大家其实虽然接触到都只有电讯号 不过大概对电讯号 大家过去已经开始有一些概念 那撇开先撇开其他的讯号 我们看电讯号的话 他有一些共通的特色 就是通常他的讯号的强度都不是很大 OK 以最强的新电图或者是机电图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在miniVolt的等级 那其他的像脑电图的话呢 都是最多就只有几百个microVolt 那剩下的甚至都会再更小 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些所谓的眼电图啦 或者是消化系统包含微电图或长电图 那个其实讯号的大小都不是很大 OK所以在处理这个生理讯号的部分的话呢 往往我们都需要一些比较敏感的 需要比较灵敏的这些处理 也就是说呢 一般来说 他跟我们在电路实验室或电子实验室里面 所处理的电讯号的强度其实差蛮多的 各位比较习惯处理的讯号的话 大概等级大概是几百个miniVolt以上 到几个Volt或是十几个Volt这个range OK但是我们的生理讯号 通常没有办法到那么强的强度 再来的话呢 在频率的部分 各位习惯的这个处理的讯号 包含像交流电来讲的话 是大概60Hz左右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在通讯领域里面 所处理的这些讯号的话 常常他的那个频率 工作频率通常都可以到几K 或是几十K 甚至Megahertz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平台 所以相对于上来说 其实生理讯号 它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那各位今天有缴交一份作业里面 我们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问 请各位举一个生理电讯号的例子 然后告诉我们 它在强度跟频率上面的 这个分布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有写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频率 多半来说应该都是在 100Hz以下 OK 只有在Action Potential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积电图的时候 才有可能到达一个比较高的频率 否则其他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频率都分布都还蛮低的 OK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会根据这些 包含像强度的资讯 还有频率的资讯 去设计后端的这个讯号处理 然后能够让它的讯号 能够真正的来呈现 而不会被杂讯所掩盖这样子 OK 所以因为它的讯号很小 所以带来的一个 很直接的后果 就是说它其实很难去量 如果你没有一个够好的放大器的话 你可能会量不到 那够好的放大器或许还不够 因为你在放大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入其他的杂讯 包含像高频的杂讯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焦额垫的这个杂讯 那这个杂讯可能都会对于 我们的生理讯号造成干扰 所以也要除了放大讯号以外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要想办法去抑制杂讯 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是需要的 那再来呢 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在量测生理讯号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常常量测到 很多个不同的生理讯号 简单来说 你今天可能 我们上礼拜有举到的例子 像脑电图 OK 你本来只是想要量测 大脑皮脂在活动的时候 可以所产生的电讯号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个旁边的 如果有肌肉的这些抽动 或者像眼睛的眨洞的话呢 其实这些肌肉的讯号 也都会连带的去影响到你的脑电图 更何况 其实所有的电位图 我们都需要一个参考电位 那以脑电图来讲的话 它的参考电位 绝大部分会落在你的耳垂的这个地方 耳朵的地方 因为比较好去attach 然后比较不会受到其他干扰 但是即便如此 它可能还是会 受到一些 其他的讯号的干扰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在量测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除了刚刚讲的 那个放大讯号 还有抑制杂讯以外 我们还要去分辨 你今天量测到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 你原本想要的东西 最后呢 你今天在改变 你不同的量测状况的时候 或是不同的量受试者的时候 其实它的变化也有可能很大 OK 就是说 每一个人在他身体的表面上面 所量测到的讯号 可能都会不一样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适应性 也就是说你的量测的部分 需要能够随着不同的状况 能够调整这样子 最后一点 更重要的是 别忘记了 身体电讯号是来自于生物体 那如果今天你要做的是人体实验的话呢 这些讯号是来自于你 你或你的朋友 或是受试者 或甚至是病患 所以你的安全性绝对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现在在处理电讯号 不要 电讯号还没有量到 结果它已经触电了 那这样就跟我们的目的会完完全全的相反 另外量出来以后可靠性也很重要 我今天量出来的 到底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很稳定的呈现 我要的结果 那这个是在临床的用途上面的一个 是不是能够被临床所接受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因为毕竟你这个东西要有可信度 人家才会来用 因为以临床来说的话 它面对的是病人的健康状况或甚至生死 不是说只是一个3C的产品 或者是能不能打电话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那个严肃的程度其实是差蛮多的 所以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 其实都必须要去兼顾到 那这一个图的话呢 大致上来告诉各位的是 人体的各个电讯号的一个特性 横手的部分呢 它显示的是频率的分布 纵轴的部分呢是它的amplitude 它的强度的分布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把它各个讯号的在水平轴和垂直轴上面 找出一个大致上的分布图 我们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在我们的讯号处理上面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 然后能够把我们想要这个讯号截取出来 那这张图上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各位应该都看过才对 包括像EEG ECG EMG这个我们过去都看过 那AAP呢其实就是action potential 前面第一个A的话是指的是amplitude amplitude of action potential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指action potential这样子的概念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分布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讯号的强度来说的话 纵轴来说的话 EMG基本上它比较有机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 但是它的range其实是很广的 那为什么range这么广呢 因为它跟量测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嘛 有体表的方式量测的 有穿入式的方式量测的 这个量测出来的结果的数值可能会差很多 所以它的range非常的广 所以你才有可能看到像这个地方呢 单位是福特 所以接近100个minivolt 那这个可能是轻入式量测的一个结果了 那以ECG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的强度已经算是在各个讯号里面算是蛮不错的 像R wave我们之前讲过 R大概可以到minivolt的等级 所以大概是数个minivolt在这个range 那EG的话强度会更弱 然后呢它的频率会再更低一点 还记得我们说 我们可以对脑电图做频谱的分析嘛 对不对 根据它的频率高低 从高而低的话是beta wave alpha wave 然后theta和delta OK 但是呢就算你最高的roafly 大概不会太超过30到50Hz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低频的一个变化 那相对来说呢 ECG和EMG来讲 它的频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 请注意一下 这边的频率分布指的不是跳动的频率 指的不是单位时间里面 跳动或是周期的次数 它这个频率的分布的话 指的是说 我们今天去做频谱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讯号的频率大概落在什么地方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差异呢 跳动次数的话基本上就是算周期的次数 像我们说 心跳的周期来讲 心跳的频率来讲的话 大概是60到80BPM 每分钟跳60到80下 bit per minute 换算成每秒的几Hz的话 大概是roofly 1Hz左右 1Hz到1.2Hz 就是像这一个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讲的是它的频谱 这个心电图的频谱 对应频谱的分布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把心电图的波形 拿去做free-rate transform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拆解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旋波的时候 这些正旋波的频率分布范围大概在什么地方 所以roofly来说的以心电图来说大概是在200Hz以下 roofly OK 那我们常常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发现绝大部分的energy 这个signal energy都是落在50Hz以下 所以有的方式里面 我们会直接把50Hz以上的全部都滤掉 有可能 OK 所以dependent上你今天到底需要怎么样子处理 如果你今天只需要R wave的话 哇我刚刚那个说法是应该是还蛮OK的 就是你还是可以保留RF 然后可以把其他的杂讯都拿掉 OK 那这边唯一一个你不太知道的大概是这一个 EOG EOG的OL的话是OQLO的意思 就是跟眼睛有关心的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叫做眼电图 OK 那眼电图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是在就是眼睛的表面去量测你这个眼睛在转动的时候 转动或移动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电位差别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利用这一个讯号来去侦测你现在眼球到底在看什么地方 OK 那像之前的话有一些研究专门或是有人想要开发一种 为残障人士开发的一种滑鼠就是眼动滑鼠 他利用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手来操控滑鼠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使用手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你的眼睛上面接一些sensor 然后来感受这些电极的变化电位的变化 你就知道你的眼睛在看哪边 那你眼睛看的位置可能就代表你滑鼠的那个游标所在的位置这样子 也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强度会更弱 OK 因为它的量测的这个讯号源只有一点点 然后再来呢 它的频率也是很低 在10Hz以下 OK 那我相信其实每一种讯号 它大概都可以画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图 那这个分布图为什么很重要 就在于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分布图 让我们对这些讯号的特性有进一步的了解 因此你在设计你的放大器的时候 你可以因此而决定你到底要放多大 你的放大倍率是多少 然后你要设计绿波器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这个分布图去设计你的Cut of Frequency 截止频率到底要设定在什么地方 OK 因为你的讯号来源大概只有在某一个有限的一个频款里面而已 那你只需要这个部分 其他部分其实都可以滤掉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部分如果有的话 那些应该都是杂讯才对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一些杂讯抑制起来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大致上的一个概念 之后讲到那个比较细节的地方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会再做多一点的说明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图啦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 我现在要量什么东西了 那我要怎么样子设计一个量测的电路 然后来把这个讯号量出来 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生理的 去监测这些生理的讯号 那这整个过程来讲 以中文来讲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只有六个字就是生理讯号量测 OK 或是大不了再多加两个字 生理讯号量测电路 就结束了 可是其实呢 你会发现在整个完成的流程当中 它其实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功能 一步一步的做到以后 你才能够获得最终有用的资讯 这些东西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第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上课要讲的重点 Sensor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讯号源 我们刚刚提到的举的这些例子 所有这些讯号源好像都是电讯号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讯号都是电讯号 有的讯号呢是速度 有的讯号呢是压力 有的讯号呢是震动 它可能代表的是不一样的物理量 可是问题在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量测系统里面 我们最方便使用的其实是电讯号 如果你把这些 你如果能够把这些你要的讯号全部都转换成电讯号的话 那我们会很方便的可以做后续的这些讯号的处理 或者是这些讯号的放大等等的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面对到的第一关呢 都是要去感应这一个你想要量测的讯号源 然后把它转换成电讯号 所以所有这些跟能量转换有关系的这些元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Sensor 也就是不管你今天的生理讯号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存在 什么样子的物理量存在是压力呢 比如说血压 是震动呢 比如说声音 是那个比如说含氧浓度呢等等的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存在 我们的第一关Sensor就是想要把它通通都转换成电讯号 绝大部分状况之下 我们都是要把它转换成电讯号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其实会focus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既然这张图已经提了 那就代表其实我们这个学习还是会讲到其他的部分 包含了就是后面这个地方 你今天把它量成电讯号送进来之后 其实要稍微提一下 我们我刚刚漏了一点就是 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现在只教到的是电生理讯号 所以那些讯号源本身已经是电了 可是呢 那个其实是在我们体内里面的电场 但是我们习惯处理的是在导线里面的这些电场 所以其实虽然都是电 但是你还是需要Sensor把它量测出来 才能够转换到导线里面去 OK 所以不是说你今天量测的是新电图 你就不需要前面的Sensor 还是需要的 那那个Sensor 我们一般在使用的Sensor就是电极 Electro OK 好 量测完讯号以后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讯号通常都很微弱 频宽有限定 很容易受到周边杂讯所干扰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OK 你会看到很多的滤波器 还有放大器 Filter就是滤波器 为什么需要滤波器 因为我们可以把讯号不在的那些频带 全部通通都给砍掉 因为那些地方只会有杂讯 应该说出来的部分绝大部分是杂讯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它suppress掉 只留下你要的那个频带的讯号就好了 好 这边特别提到一个60Hz的Notch Filter 这是什么东西呢 讲到60Hz 各位有联想到什么东西吗 交流电的频率 就是各位在插头里面接出来的这个电 它不是直流电嘛 它是交流电嘛 对不对 它的频率是60Hz 在台湾地区来讲 全世界大概不会差太多 50到60 这个为什么要特地拿出来讲 因为你后面的这些 全部都是要吃电 对不对 你的所有的设备都是会吃电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交流的讯号呢 会在冲刺在你的实验周围 可是它没有直接连到我的人体上面 应该没有干扰吧 不对 因为它是交流讯号 所以它会借由着电感的感应 couple到任何的导体上面 这个导体包含你的人 你这个人 OK 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上面也会有这些讯号 而且呢 你的量测的那些电极啊 电线啊 全部都是导体 所以60Hz的讯号呢 也会couple到上面去 OK 那你可能会想 我做了那么久的电子实验 电路实验 怎么从来没看过 有看过举手 请问下各位在做滤波器的实验 在做放大器的实验的时候 你在你的试波器上面 有看过60Hz的讯号吗 都没有吗 我还以为真的会有人看过 好 你不会看到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 它跟你想要工作的频率 通常不太一样 通常你用到试波器的时候 你想要观察都是比较高频的频率 几KHz 几十KHz 但是呢 这个频率是多少 60Hz 所以你那个横轴的坐标 就是Timescale 放不对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60Hz的讯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过了 其实这个60Hz虽然到处都有 但是呢 通常不会超级强 为什么 因为那些电子设备 离你都还蛮远啊 60Hz的这个讯号 最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各位电路实验室的桌子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一台小小的桌子上面放着 试波器 电源供应器 粘用电宝 还有那个 Power Generator Power Generator是电源供应器 whatever 上面好像有四台机器吧 对不对 密度超高的 每台机器都接一个电源线出去 OK 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是60Hz Couple最厉害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就算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多台的设备 它Couple Guard的讯号还是没有很强 大概 可能是几个mV到几十个mV吧 那你以各位一般来说 你在操作的这个讯号的强度范围是在 零点几个V到十几个V 基本上你看不到 OK 只有在那些在做这些放大器的频率响应的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有时候勉强可以看得到 因为如果你放大倍率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Function Generator 产生的这一个Source可能不用那么强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会受到60Hz的干扰 尤其在低频的时候 不然的话基本上不会 OK 好 我们刚解释的是为什么你在实验一般实验里面很少看到 现在我们就来讲了 为什么你在生理实验里面常常看到 原因也很简单嘛 第一个 生理讯号通常强度很弱 我们刚刚说过几个mV算很了不起的 这个强度刚好跟你的杂讯是差不多的强度 甚至比你的杂讯的强度还要小 所以不小心处理 绝对看不到生理讯号 你只会看到60Hz 第二个 工作频率差不多 我们说60Hz嘛 来 刚刚这张图里面60Hz在哪边 Roughly大概在这边吧 这边是10这边是100 所以60大概Roughly可能在这个地方 刚好呢 全部都会中 也就是说它跟我们想要的这些生理讯号的频率是重叠的 所以滤波器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讯号给拿掉 一般的滤波器不会把这个讯号拿掉 所以呢 你必须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滤波器就是notch filter 所以notch filter它就是可以针对单一的频率做滤鼠的动作 或者是做passing的动作 然后呢 再来数位以后呢 你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些 比如说数位滤波或者是频谱分析等等的 那你甚至还可以拿去跟你的database做一些比对 正常人是怎么样子的患者是怎么样子 不同年纪不同性别不同的工作环境做出来又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呢 再做出你最后的一个结论 OK 所以这次整个生理讯号量测的完整流程 我们今天只会讲这边 而且还可能讲不完 OK 那下一个单元来讲的话 我们开始才会讲到放大器的部分 OK 就是电子电路的放大的部分 filter的部分 我们大部分会把它用略过的方式 因为filter design 其实在各位的电子和电路学里面讲非常非常多 我们只会稍微提一下而已 OK 然后后来在下一个topping呢 我们就去讲到那个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一些讯号处理的部分 OK 这大概是我们在未来几周到期中考之前的一个outline 这样可以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重点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sensor那一块而已 这个topping就是要讲这个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sensor它的最主要功能基本上就是转换能量 OK 那在以广义的来说呢 只要牵涉到物理能量的一个转换 其实都可以叫做sensor 比如说我们今天把外力的大小转换成电压的大小 OK 那这个的话呢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材料叫做 那个pizzoelectric 压电材料pizzoelectric material来做完成 OK 它可以把你湿力的大小转换成电位的大小 这个材料我们在稍后可能有机会会提到 那或者是说呢 我们其实如果利用的是一个金属的电极 或者金属的一个材质的一个桃体 或者是一个半导体的材质的桃体 我们都可以发现当温度改变的时候呢 它的电阻其实会发生变化 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就可以借由这电阻值的大小 去反映出现在周边的温度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它就有点点像是把温度改变成 电阻的一个变化 只要是牵涉到这些能量的改变 或是物理量的转变呢 我们都把它叫做换能器transducer 或者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在讯号侦测领域里面 我们会把它叫做sensor 感测器 那在那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在生理讯号量测里面 因为我们后端的处理 绝大部分习惯的是电讯号 所以呢我们这些sensor来讲呢 绝大部分都是把它转换成 就是说你今天要转换什么东西不一定 但是我转换出来输出的结果 通常都是跟电有关系的 最直接的就是电压 电流 或者是电阻 绝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会方便我们去做后续的处理 OK 那这些东西可以用来量测什么呢 其实运用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 老实说 其实要在一堂课里面 讲完sensor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它包含的范围真的太大了 你可以看我们刚刚下的那个定义 只要牵涉到物理量的转换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sensor 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换了一种物理量 其实你后面原件都 基本原件量测原理都换了状况之下 它还是都叫sensor 那光量测某一种生理参数的sensor 可能就已经可以让我们讲上三个小时了 更不要说我今天要把所有的这些量测对象都讲一遍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处理的方法 比较像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想要量测的对象 大致上做一点点分类 基础的分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分得很细 然后我们会举出一些例子告诉各位说 在量测这些特定的物理量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子的选择 OK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量测的是压力的大小 或者是位移 或者是速度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选择 但是一样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选择都告诉各位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在跟着时代而进步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选择 然后再告诉各位说 OK 如果我们今天要应用在某一个特定的生理参数上面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考虑哪些因素 来选择这些不同种类的sensor 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会给各位一些例子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从最末的这一端开始 就是先讲一下 在这个sensor里面的设计里面 我们到底是想要拿它来量测什么东西 那生理讯号的量测 我们大致上可以根据它量测的这个位置 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in vitro 一个是in vivo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它们差异在于说 你在量测的时候呢 是在活体里面 还是取出了样本以后 在体外做量测 如果是后测的话 它讲的就是in vitro OK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各位有去过医院抽血吧 抽血是不是抽一根血出来 那一管出来以后 它就说好了 你到旁边去休息 我们要去量东西 这就是in vitro measurement 它可以量什么呢 它可以量血液里面的很多的参数 包括像电解质的浓度 钠钾的浓度 它可以量得到 比如说呢 它的一些血球的比例 对不对 血浆的比例 OK 白血球的数目 OK 或者是说 血液中里面所有的这些 对这个医疗检测来讲 有意义的代谢物的浓度 或者是酸减值 这些其实全部都可以量测 那我们量测的方式呢 通常都是用in vitro方式 用抽一管血出来做 体外的量测的方式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只会稍微提一点点 因为毕竟 我们在第一堂课就提过了 我们的强项并不是在生物化学 所以 我们会讲一些些简单的原理 然后给各位一些example 但是 可能没有办法讲 就是琢磨太深 那我们在医学的量测上面 大家更有兴趣的是in vivo量测 OK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生理参数 在离开了 在你那个样本 离开了身体之后 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说什么 血压 我把你的血液抽出来后 在体外量测它的压力 这对你来讲有意义吗 应该没有吧 因为它有意义的是什么 是你血管里面的压力 血在你的血管里面 在你的循环系统里面的时候 压力是怎么样子 这个对你来讲才有意义 OK 比如说血流 血流速度 或者是血流的流量 速度的话是你单位时间内跑多远 流量的话是单位时间之内 到底通过了多少血液吗 这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可是一样的 样本拿出来以后 你看不到这些东西 那还包含了 你可能想要直接去量测 体内的血氧浓度的变化 是怎么样子的 OK 你可以针对某一个特殊的血管 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位置 心脏的腔势 去量测它的氧气浓度 这在抽血里面 其实是比较难拿到 为什么呢 因为抽血绝大部分是 抽哪边的血 静脉还是动脉 很好 静脉 为什么不抽动脉 动脉如果抽下去就喷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不太能够抽动脉 你抽的是静脉 静脉通常来讲都是在你的体表 OK 在你的身体皮肤的表面 所以不管是你的手背 或者是你的手腕 或者是手掌上面这个地方的 你抽的其实都是静脉的血 不是动脉的血 OK 那既然你抽的都是静脉的血 那你的血氧浓度 就是静脉端的血氧浓度嘛 换句话说 你看不到动脉端的血氧浓度啊 不是吗 你也看不到心脏里面 左心室刚出发的血氧浓度是多少 OK 当然你还是可以插一根针进去抽血 不过那个危险性太高了 OK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不这么干 来 还包含了像二氧化碳的浓度等等 你总会希望说 其实每一条血 血管流筋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你想要去monitor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它的氧气气体交换是怎么样子的 OK 那这些很多的素质呢 它其实都是在身体内 活体内量测的时候才会有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in vivo的measurement 那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介绍很多sensor 其实都是为了in vivo measurement来设计的 所以待会有机会我们也会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那当然以现在来说的话呢 这个sensor 我们刚刚说sensor的话 它其实是真的五花八门 光根据它各种不同的量测的这些目的 我们就可以分成很多的种类 也讲不完的 更不要说同样是量测血压 它可能前端的这些sensor 也是由不同的材料做成的 这有可能 也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sensor 都可以来做出一样的结果 那到底我要选哪一个 有时候都是各有利弊 很难去做选择 或者是说在特殊的应用上面 我们必须选对正确的sensor 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整个发展的趋势来说呢 包含整个量测设备的趋势来说呢 我们通常来讲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这两个 第一个是real time 我希望我的sensor一放上去以后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 而不需要等待 尤其是in vivo的部分 我想要马上知道现在压力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血液的流速是什么样子的 你才能够马上针对 比如说今天在不同的状况底下 人体的反应 才能够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 而不是说我需要在那边等个一小时 或十分钟才会知道 再来呢 就是portable 这个设备是不是能够 携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各位都是健康正常的状况之下 你当然可以走到仪器旁边做量测 这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通常来讲 像你这么健康的人 是最不需要医疗资源的人 不是吗 最需要医疗资源 通常他的行动可能都会不太方便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把它设系成比较容易携带 OK 你就不用去 你就可以降低这些病患在运种上面的一些困难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 可以让这些应用更广泛 这也是有它的好处的 不过一样的 当然这个会跟整个sensor的特性 或者是整个仪器的设备会有一些绝对的关系 那只能说我们希望这样子的 但是也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这样子做 OK 好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sensor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想要尽量的根据它的一些特性 简单的来做一些分类 然后告诉各位在量测这些不同的物理量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子的选择 好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量测对象 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几个 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 其实就是延续着我们之前三个礼拜的内容 我们一直在讲电讯号 那我们总必须要知道 这个电讯号要怎么量测 OK 所以跟这个生理电讯号 或者是生物电动是有关系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是跟一些物理特性 简单的物理特性 包含像力学的部分 包含像速度或是位移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再来的话呢 包含我们想要侦测一些气体浓度 或者是酸碱值 然后呢 还有一些简单的生物的化合物的浓度 或者是说呢 跟光学有关系的一些量测 OK 那以这几个量测的对象来说的话呢 我必须要先告诉各位 我们会以前面这两个为主 OK 后面这三个呢 唯有我们会讲一些原理 但是我们讲的成分 这个多寡 其实会差蛮多的 我们都是点到为止而已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部分会是前面这两个 好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电讯号要怎么量测 我想电讯号应该是所有量测里面最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transducer很好做啊 你就是把电讯号转换成另外一个电讯号而已嘛 你要量测的主体本身就已经是电位的变化 或者是电流的流动了 你要做的只是把这个东西pick up起来 然后呢 把这些电讯号传到你想要的量测电路里面 做记录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想难度上面来说 应该算是比较低的吧 好 那既然都是电讯号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把 电线直接插到我想要量的东西上面 我就可以量到东西了 有这么简单吗 举个例子来说啦 心电图 它的讯号源在哪边 就在各位的身上 你的心脏在跳动的时候就会有心电图 它是什么 是电位的改变嘛 对不对 既然是电位的改变的话 我能不能把两根导线分别接在心脏的两端 接个Ossescope 就是试波器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电位的改变了 姑且不论这样子能不能做 你一定没看过人家这样做吧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做可能量测不到东西 首先我们先想一下 你到底想要量什么东西好不好 我们想要量的是电压是电位没有错 但是是在哪边的电压和电位 它其实是在身体的内部 心脏的肌肉 我们以ECG为例来讲 它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的过程当中 OK 细胞膜电位的改变 所产生的一个电性的变化 对不对 它比较像是一个电偶级的存在 那这个电偶级的大小和方向会随着时间的改变 OK 好 那你要怎么量测 我们现在的量测方式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使用的是非侵入式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真的不用去把电线粘到你的 插到你的心脏上面 因为这样子光听了就有点恐怖 OK 那也应该不会很舒服 所以你希望在体表上面就量测得到 那人体来说 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水 有很多的电解质液 所以其实人体虽然不是超级好的导体 但是其实也算是导体 OK 因为导电度还算不错 OK 所以呢 这一个在心脏的部分的电位变化 它其实可以传导到全身 透过导体传导到全身 人的身体里面基本上导电度还不错 除了像肺部的部分 像骨头的部分 因为含水量很低 比电阻阻抗比较高以外 其他地方其实传导性都还不错 OK 好 那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去量它 我要怎么样子在体表上面量测这个体内的电口级的变化 我要把这个电位给量测出去 OK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说我在上面也放一些导体 那这些导体可以让这些 就是体内的这个电口级变化 它其实可以让导体上面也产生一些感应的电场 然后量测出去 我这样做的方式是你要考虑到就是 其实皮肤是一个 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人体是一个不错的导体对不对 只有一个东西除外 就是你的皮肤 在全身上下其实最不导电的地方其实是你的皮肤 因为皮肤的表面上面有一层死掉的细胞 OK 然后通常含水量都会比较低 它其实是要保护你的人体的水分不要快速蒸发 OK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构造呢 使得它的导电度很差 含水量低嘛 又是死的细胞 所以离子的含量其实也不是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你它的导电性很差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要怎么量出去呢 而且放上一个电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说的除了电阻很高以外 皮肤电阻很高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 是什么 是这两者就是你想要的讯号源 以及电路里面的这些电厂 虽然我们都叫做电压 都叫电汇 都是电流 但是它们导电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插一根电线上去 因为在体内里面导电的主体是离子 是钠离子 是钾离子 是氯离子 可是在电线里面 在金属导体里面 为什么会导电呢 靠的是自由电子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你插一根电线上面的话 插一根电线到你的身体的肌肉上面来讲的话 你肌肉里面 肌肉组织里面的这些离子 会自动的流到你的电线里面吗 不会 换句话说 其实你需要做的是 你在界面的部分 在体表的部分 在这个界面的部分 你必须要创造出一个东西 能够让电子和离子能够转换 怎么做 电子和离子要怎么换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不对 其实各位都想过 而且也学过好一阵子 只不过是在几年以前的事情 各位在高中化学的时候 应该有学过氧化还原反应吧 什么是氧化反应 什么是氧化反应 那位同学 电子脱离 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其实氧化反应 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啦 我们应该不要这样吓他来 他讲的其实已经没有错了 就是在化学反应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元素会释放出电子 OK 我们大致上把这样子的反应 叫做氧化反应 还原呢 就是他会抓电子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他其实在氧化还原反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其实在制造电子 以及离子之间的一个反应 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在 那个我们刚刚说 量测的这个界面的地方 制造出适当的氧化反应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离子的流动 转换成电子的流动 转换成电子的流动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那如果你在那个表面的地方 电极的地方呢 你的金属都一直产生氧化反应 一直丢电子出来的话 丢了电子以后呢 这些电子可以在导线里面活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金属转换变成 丢电子完以后 会变成金属离子嘛 对不对 这个离子可以在你的电解直翼里面活动嘛 系组在体内这个地方活动 那藉由这两个东西的活动 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电流 沟通彼此 就是在你的导体里面 金属导体里面 以及你的生物体里面 创造出一个连续的电流 OK 你有机会这样子做 就可以做一个电位的一个转换 OK 所以这其实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子量测 生理电讯号的最基础的一个原理 就是想办法在你的界面的地方 电极的地方 创造出氧化反应反应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黄色这条线代表的是 导线和人体之间的interface OK 左侧的部分呢 接到的是导线 那通常来讲 我们使用的都是金属导体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自由电子会流动来产生电流 那右边这个地方呢 接到的是人体 那人体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 其实它主要是一个 含水量很高的地方 所以它的导电 它的电流主要靠的是电荷 它的应该说 自由这些离子的一个流动 水溶液里面离子的流动 OK 所以这边是人体 这边是导体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C的地方呢 代表的是那个金属的这些元素 那如果说呢 它今天产生了一个氧化反应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是 C正和一个I负 这个是我们的自由电子嘛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氧离子 Cat-iron 那在这一个电解质液里面 除了氧离子的存在里面 通常也会有氧离子的存在 N-iron OK 在这个地方 OK 那如果我们今天 有一个电流 要从 比如说今天有电场产生了 OK 这边是高电位 这边是低电位 导致有一个电流 要从导线端流入人体端的时候 那这个界面上面会发生什么反应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氧化反应 为什么呢 氧化反应之后呢 它会产生的是 电子和氧离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说电流要往这边流 这个是电流的方向 也就是正电荷的流向 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代表着这边有一些电位不均匀的状况 使得电流要往这边流 那以电子来说呢 它的方向就刚好会是反方向 因此刚刚在氧化反应里面 所释放出来的自由电子 就会往导线这一端流 OK 那这一个方向呢 的等效电流就是往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导线这个地方就解决了 那人体这个地方的电解质液怎么办 electrolyte的话是我们的电解质液 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氧化反应 除了产生自由电子以外 还产生了氧离子 氧离子呢 可以适当地再融在我们的电解质液里面 自由活动 刚好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电场嘛 对不对 有一个电场的施加 所以对于氧离子来讲 它的流动方向就会往右边 也就是人体的方向流动 OK 那如果导电这个电解质液里面有氧离子的话呢 它就会往反方向来移动 那这些带电电荷的移动都创造出了一个电流的连续现象 因此呢 这一个电流它就可以自动的在导线和人体之间穿过 换句话说呢 你在人体里面所产生的这一个电讯号 就可以被导线这一端所量测到 这样可以吗 OK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电极的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在量测电讯号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有给各位看过啊 现在最常使用的电极的话 是那种粘贴式的电极 一片圆圆的贴在你的身体上那个 它其实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它只要有选择了适当的这些金属元素 还有这些导电的这些电解石液的话呢 它都可以做出这种结构很简单的状况之下 都可以完成电讯号的一个量测 好 没有问题嘛 没有问题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今天电流的方向相反的时候呢 请问你的界面上面你要做的是怎么样子的改变 假设现在的电位是 这边高这边低 所以有电流 有一个等效电流要流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图需要什么样子的改变 刚刚那个紫色衣服的同学没有点到你不好意思 现在换你一下 你觉得呢 如果现在电流的方向相反的时候 里面的反应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吗 什么东西反过来 很好 第一个是所有带电核的流动方向都反过来嘛 对不对 所以自由电子会往界面的方向流嘛 阳离子会往界面的方向流 阴离子会往人体的方向流嘛 远离界面的方向流 所以这个时候 你觉得会产生的是什么样子的反应 在界面上面 你想要产生的是还原还是氧化 是啊没有错啊 其实就是反过来而已 什么是还原反应 就是在化学反应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会去抓取额外的电子嘛 OK 你的离子 金属离子会抓取其他额外的电子 来补充 那个它外围的 外圈的这个电子云的稳定性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 可能会恢复成原本的元素状态 OK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的电流是要流入电极的时候 从人体流入电极的时候 你进行的是什么反应 就是还原反应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的自由电子流过来 氧离子也流过来 刚好两个合在一起 会变成金属元素 好 那我们说现在最常用的这个电极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的材料上 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它是用银和氯化银所构成的一个电极 中间的电极 刚刚的话我们就只有说一个金属的电极 跟周遭的这个电极值役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电极的结构里面呢 我们使用银来当成是我们中间的这个金属 银有一些好处 包含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属 它的活性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它不会 没事它就生锈了 或者是有一些变性的行为产生 所以它很稳定 这是它的好处 此外我们在银上面的外层呢 它其实都会涂附一层氯化银的这种物质 氯化银通常它都是以一种 有点像胶质 就是有一点点湿湿的 但是又很粘稠这样子的方式存在 它会粘附在这一个银 这个金属的表面这样子 那粘附这一层氯化银的有几个好处呢 那包含呢 就是说呢 在氯化银里面呢 有氯离子 有充分的氯离子 那人体里面呢 其实刚好也有很多的氯离子 所以它比较容易进行离子的一个交换 那这个界面呢 也方便在银里子 要进行氧化或还原反应的时候呢 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常常会使用这样子电极的搭配 来完成我们的这个量色电极 所以包含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量色电极 很多都是银和氯化银做出来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银不是贵重金属吗 这样做不是超级贵的 那但是其实它所需要的用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每一个电极的成本还是很低 那除此以外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只是把它直接浸泡到一个电解质液里面做量测 那当然如果今天是使用在人体的这个生理电讯号量测的话 我们会把它固定在皮肤表面这样子 那别忘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在电极跟这个人体的皮肤上面呢 会增加一些涂上一些导电胶 这个是Electro是电极 Electrolyze是电解质液 在这两个的界面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还是会加上一些高浓度的这些电解质液 那原因是因为要降低干燥的皮肤所产生的 这一个很高的一个阻抗这样子 OK 不过呢像我们刚刚这个电极呢 通常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也很方便就可以直接做 透过氧化还原反应来量测电位差 不过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叫做Health Cell Potential 这个因为时间差不多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节课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明